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天天还没有亮 黄老汉就悄悄起床来到地里干活 黄老汉就是这么一个祈祷贪黑干活的人 干干了一会儿远处就跑来一个人 等近了黄老汉才发现是自己的老伴田翠花 田翠花上气不接下气边跑边哭 说老头子不好了不好了 黄老汉扔下镰刀就迎了上去 咋了慢慢说 田翠花哭着说 说他爹快点快点小婷不见了 黄老汉一下子就急了 说不见了去哪了 田翠花哭喊道 说我也不知道啊 肯定是跟他哥跑了 黄老汉啊一把就捂住了田翠花的嘴 说你作死呀喊什么呀 这个时候啊田翠花才意识到 自己这一嗓子啊的确是鲁莽了 四处看了快幸亏啊还早周围没有人 要知道不管是不是真的跑了 都关系到自己家闺女的明节呀 黄老汉啊顾不得老婆 拔腿就往家里跑 女儿住在里屋 出房门呢必须经过自己的房间 黄老汉冲进女儿小婷的房间 只见窗户开着 炕上的被子啊也没叠 黄老汉啊转身就出了门进了厢房 一进厢房黄老汉傻眼了 那个大背包不见了 看来自己啊真的是养了个白眼狼啊 正在这个时候 田翠花也到了厢房 尽量压抑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肯定是跟他哥跑了 黄老汉啊呵斥的 说还哥哥的 哪是哥就是个白眼狼追 说着啊就跑出了门 田翠花止住了哭声 却止不住眼泪啊 越哭越伤心 虽然不想声张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俗话说得好 这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不出半天 大伙都知道黄老汉家出事了 什么事啊 老夫妻俩的独生闺女 黄小婷啊被人拐跑了 拐跑小婷的人还不是别人 却是她的哥哥黄大鹏 黄老汉的家里竟然出了这样的怪事 哥哥黄大鹏居然把妹妹拐跑了 这个黄大鹏到底是什么人 黄老汉为何痛骂她是白眼狼呢 这件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 雪啊下了一整夜 躺不住的黄老汉早早就起床了 打算啊拽两捆古草当饮柴 他刚来到古草舵前就愣了 怎么了呢 古草舵呀被人掏开了一个洞 黄老汉啊就顺着这洞望进去 果不其然 里面蜷缩着一个人 这个人啊正瞪着惊恐的眼睛 看着黄老汉 黄老汉以为是个疯子避寒 还没等黄老汉开口 这个人开口了 说大叔救救我吧 我昨天晚上啊不小心 跌到山下去了 给我点吃的吧 黄老汉再一细看 发现这个人啊 穿得破破烂烂 全身是血 赶紧啊将他救进了屋子 由于黄老汉所在的这个小山村 地处大山深处 非常偏僻 交通和通讯啊都不发达 一看年轻人伤的也不重 就没有送医院 年轻人告诉黄老汉 说自己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得了失忆症 两年前的事啊都不记得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就四处流浪 昨天晚上下了大雪 一不小心啊就滑下了山坡 弄得全身是伤 他连滚带爬的进了村子 并爬到了古草堕里 年轻人对黄老汉说 大叔 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来 我到底是谁 我去找过公安机关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消息 这两年啊 我吃尽了苦头 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 哎有时候啊都不想活了 说起自己的境遇 这小伙子眼泪就直在那眼圈里 听了他的身世 黄老汉不由得同情起来 说哎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要是不嫌弃啊 就在我家住下帮我干活吧 原来啊 这黄老汉心里还有自己的算盘 黄老汉这么多年啊 就只有一个女儿 一直因为没儿子 感觉在村里啊都抬不起来头 另外家里除了种田以外啊 还开了一家豆腐作坊 这么多年一直是老婆和女儿负责打理 家里啊就少这么一个壮劳力 如果这个年轻人踏实肯干 自己啊也算有个帮手 经黄老汉这么一说啊 年轻人没考虑就答应了 还顺势认了黄老汉做干爹 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黄大鹏 养好了伤的黄大鹏 干起活来 那是一股子蛮劲啊 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每天早晨两三点钟就开工 天刚亮就把做好的豆腐啊 送到另两个比这里还偏僻的山村去卖 作坊里不忙的时候 他就到黄老汉的地里帮忙 两年下来 黄大鹏啊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 说起黄大鹏 村里的人啊 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的 都夸这黄老汉两口子福气好 看到自己收留的这个干儿子如此踏实能干 黄老汉心里是非常高兴 可黄老汉却没想到 这个外表憨厚老实的干儿子 却给原本平静的家庭带来了灾难 人家说呀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黄老汉家却是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还有人笑着说 不是掉下个干儿子 是掉下个女婿 还真是 黄家的独生女儿黄小婷 还真喜欢上这哥哥了 除了黄大鹏长得高高帅帅 黄小婷还发现 这个哥哥呀 虽然干起农活一把好手 但他不像是农村人 身上没有农村人那股子土劲 黄小婷猜测 黄大鹏失忆之前 应该是个城里人 还是个有文化的人 因为黄大鹏经常捧着本书看 对很多事情更是无所不知 黄小婷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 掩饰不住对黄大鹏的喜欢 没事就喜欢和黄大鹏待在一起 面对聪明伶俐 年轻貌美的黄小婷 黄大鹏自然也是非常喜欢 两个人的关系呀 就越来越暧昧了 这女儿的心思当娘的最清楚了 按道理说 这也是洁大欢喜的事 可田醉花坚决不同意 他对女儿说 说小婷 不是妈嫌弃大鹏 但她名分上是你大哥 你就算招个入赘女婿 你也不能招自己哥哥呀 小婷就说 这哥是假的 你还不是嫌她穷 田醉花苦口婆心的说 妈不是贤贫爱妇的人 最主要的 她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没准都是有家事的人 你怎么嫁呀 田醉花这番话呀 不能说没有道理 其实啊 除了这些 田醉花还觉得 这黄大鹏身上 有很多怪异的地方 总给人不踏实的感觉 到底这个黄大鹏 怎么个怪异法呢 田醉花发现 第一 这黄大鹏啊 块头很大 胆子却是出奇的小 说她胆子小啊 倒不是说 她怕什么老鼠什么的 而是特别怕健生人 经常不出门 而且不愿意去健生人 每次干完活后啊 就往这屋子里钻 照现在的话来说呀 就是特别的宅 而且宅得有点过分 第二个怪异 是怕光 白天除了卖豆腐 从来不出门 偶尔出门活动 也只是在晚上 搞得就跟西方电影里的 吸血鬼似的 第三个怪异 是睡觉啊 老做噩梦 经常半夜里大声嚎叫 一身冷汗的滚下床 甚至啊 能把睡在主屋的 黄老汉一家惊醒 吓得一家人啊 都以为她见着鬼了 一次两次也就罢了 经常如此 就难免让人担心了 再加上 她又有什么失忆症 这样的人 一旦结了婚 说不定哪天啊 就会出问题 这当娘的 怎么肯把女儿 嫁给这样一个 来历不明 又全身怪异的人呢 老汉收养干儿子 却坚决反对 她与妹妹恋爱 小婷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吗 你们俩要是走在一起 你让我这张老脸 我哪搁呀 妹妹答应父母 安排的相亲 又为何与哥哥离家出走 怎么相亲呀 他们俩这是放的烟雾蛋 在迷惑自己呀 一个月后 妹妹平安归来 揭开哥哥的惊人秘密 捡来的逃犯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但黄小婷可不管这些 继续我行我素 毫不掩饰对黄大鹏的亲密 老两口啊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黄老汉就决定摊牌 直接和黄大鹏谈 黄老汉就说 大鹏呀 你觉得这两年干爸对你咋样 黄大鹏就说 干爸对我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爸 你说这个干啥 黄老汉就说 既然这样 我就直说了 小婷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吗 你们俩要是走在一起 你让我这张老脸 我哪搁呀 黄大鹏就说 爸 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黄老汉就说 你一定让我把话挑明吗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将心比心 我们连你的身份 怎么说呢 黄大鹏啊 一下子就愣了 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但马上镇静下来 咬咬牙说 爸 你别说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 从那一天开始啊 黄大鹏就开始 刻意地疏怨黄小婷 黄小婷吵啊 闹啊 黄大鹏就是一个劲 不理他 前些天 有人上门 给黄小婷提亲 本来老两口还担心 这小婷不肯见面 没想到 小婷痛快地答应了 昨天 南方上门见面 还带了彩礼过来 黄大鹏啊 躲在屋子里 一天都没出屋 黄老汉内心里啊 还感谢黄大鹏 是顾全大局 谁承想 昨天晚上 竟然把小婷给拐跑了 这如花似玉的一个大姑娘 跟人私奔了 还是跟自己哥哥 这个消息啊 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一下子就在十里八村啊 炸开了锅 黄老汉感觉自己啊 都没脸见人了 田翠花自从不见了女儿 头发都白了万圈 他扯着黄老汉 是又垂又骂 说都是你多管闲事 养了一个白眼狼 给吃给喝 现在倒好 还要搭上咱闺女 黄老汉啊 也直骂自己太大意了 什么乡亲呀 他们俩这是放的烟雾蛋 在迷惑自己啊 抬不起来 头不要紧 找回女儿啊 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去哪找啊 就在黄老汉一家啊 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的时候 黄小婷回来了 一个人回来了 田翠花一看到女儿 也顾不得骂了 一把就把这小婷 搂到怀里 说小婷啊 你可回来了 没你我都不想活了 你说你咋就这么傻呢 他拐你 你就跟他走呀 黄小婷推开母亲 说妈 不是他拐我的 听了这句话 黄老汉气得是 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 说你还要脸不 不是他拐你 他是你主动 跟他跑的不吵 黄小婷是 哇的一声就哭了 说本来就是的嘛 我半夜起来 发现大鹏哥已经走了 我没来得及问你们 就赶紧自己去追 黄小婷的话 令父母非常吃惊 原以为是黄大鹏 花言巧语 骗走了妹妹 而真相却截然相发 那么这黄大鹏又为什么会深夜离家出走了 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啊 不管黄小婷怎么闹 黄大鹏都和他保持距离 为了刺激这黄大鹏啊 黄小婷故意开开心心的相亲 没想到真的刺激到了黄大鹏 当天晚上黄大鹏就收拾包打算不辞而别 而这边的黄小婷呢 毕竟还年轻 就担心黄大鹏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再说呀 她也是真的想见黄大鹏 所以半夜呀 就跳窗户出去找黄大鹏 没想到黄大鹏的乡房啊 人去楼空 黄小婷急得什么都不顾了 就去追黄大鹏 黄老汉就阴着脸问 追 一追就一个月 怎么也没追回来呀 那白眼狼去哪了 不问这句话还好 刚刚收住哭声的黄小婷 又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边哭边说 说大鹏哥他 他进了监狱 这句话 所有人都愣了 黄老汉也顾不得生气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进监狱了 黄小婷啊 抽抽搭搭地 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夜里 小婷是一路小跑 总算是追上了黄大鹏 也不说话 扑进黄大鹏怀里就哭 恨不得呀 把这么多天的委屈 都哭出来 黄大鹏紧紧抱着小婷 等小婷哭得差不多了 黄大鹏就说 说小婷啊 我配不上你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你找个好人家 把我忘了吧 听见没 我对不起你 小婷哭着说 说我不管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在乎你是谁 黄大鹏听了这句话 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做了很大决定似的 说小婷 我什么都不瞒你 我带你去看我的过去 等你知道事情真相后 再做决定 好吗 然后啊 拉起小婷的手就走 黄小婷是战二和声 摸不着头脑 只能跟着 三天之后 经过周车劳顿 黄大鹏带着黄小婷 来到了一个城市的郊区 他把黄小婷带到了一个小山头 指着很远一处 被高高围墙围起来的地方 问他 说小婷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黄小婷看了看说 不知道 怎么那么高的围墙呀 黄大鹏若有所思的说 对 不但围墙高 还有高压县 电网 那里是监狱 我告诉你 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到今天 已经整整六年了 黄小婷一下子就愣了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摇着头说 我不信 不可能 黄大鹏非常悲伤 又一脸无奈的对小婷讲 小婷 这是事实 你接受不了 我更不愿意接受 黄大鹏的话 令妹妹黄小婷惊呆了 他怎么也不相信 这外表斯文的哥哥 竟然是个逃犯 那么他究竟是因为什么 进的监狱 又是如何侥幸逃脱的呢 原来 十三年前 一个名叫萧军的青年 成了村子里 第一位名牌大学生 没错 萧军就是黄大鹏 萧军大学毕业以后 开办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 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八年前的一天 熬了两个通宵的萧军 骑着摩托车 从县城工地回公司 可是不小心将一名路人撞出路边 跌下山崖 导致路人当场死亡 萧军一时不知所措 慌乱中驾车逃离了现场 萧军因此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萧军被送到了西北某农场监狱 从雄心勃勃的创业青年 沦为一个身无分文的阶下囚 萧军的人生降到了谷底 他感到了绝望 他认为他这辈子算是完了 刚开始他还能接受劳动改造 可是慢慢的 他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高墙内的生活 他恨不得插翅逃出高墙 女孩恋上神秘哥哥 可他竟是个越狱逃犯 小婷 我对不起你 你找个好人家 消消通通 趴到失事过日子 得知哥哥真实身份 女孩会坚守爱情 还是选择离开 你难道还想这么一辈子 都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继续逃亡与投案自首之间 哥哥又该如何抉择 捡来的逃犯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六年前的一个春天 他的机会来了 御警带着服刑人员 在远离监狱的戈壁上种树 这一天半晚 快收工的时候 突然刮起了大西北特有的沙尘暴 飞沙走势 刮得人们都睁不开眼睛 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这不就是最好的时机吗 想到这的时候 他的心脏一下子都跳到嗓子眼了 手心也冒汗了 他很纠结 跑还是不跑 内心一个声音告诉他 别跑 你只剩两年了 再忍忍吧 可这个理智的声音太弱了 无法遏制他对自由的向往 无法遏制他对逃跑的欲望 他感觉自己的腿都能飞起来 他脑袋一热 一个闪身就溜进了灌木丛 然后冒着风沙就朝着远离监狱的方向飞奔了起来 这片戈壁紧挨着一处悬崖 萧君慌乱中一脚就踩空了 跌到了悬崖以下 萧君脑中瞬间一个想法 完了 没命了 但没想到一个歪脖子树把他的衣服挂住了 减缓了他下坠的速度 他一睁眼睛离地面只有几米了 萧君没想到武侠小说中的奇迹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而且不远处就是铁路线 等到人群集合发现少了萧君的时候 他已经爬上了一趟运煤的火车 藏在煤堆里跑出几百公里以外了 接下来的日子 像许多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萧君开始了咒服夜出的逃亡生涯 刚开始的一两年时间里 萧君几乎都穿得破破烂烂 浑身泥垢 活生生一个流浪汉 等到他感觉事件的风头差不多过去了 就一路辗转来到了一个地下小门窑 改头换面 隐姓埋名 在这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 开始了另一个人的生活 好景不长 三年前 政府突击检查非法小门窑 萧君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吓得赶紧逃跑 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只知道往深山里面走 没想到夜里一不小心跌到了山崖下 还好这次的山崖没有那么陡峭 萧君是连滚带爬钻进了黄老汉的古草堡 被黄老汉收留 他不敢说自己的过去 所以编造了诗意的借口 多年的灾惊受怕 已经从骨子里改变了萧君的生活习性 所以黄老汉夫妻才觉得他身上有那么多怪异的地方 讲到这儿 萧君对黄小婷说 萧君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无法给你正常的生活 六年来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秘密 就是不想你受伤 我配不上你 你找个好人家 萧萧听听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跟着我只能亡命天涯 听了萧君的讲述 黄小婷终于理解了他当初的那些奇怪举动 而如今黄小婷得知真相之后 他还会坚守这份爱情吗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 黄小婷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从震惊中缓过劲来的小婷坚定地说 不 我不但要和你在一起 我还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你去和警察讲清楚 萧君愣了 他看向远处的监狱 喃喃自语地说 是啊 监狱里最起码可以睡个踏实觉 其实从我跳上火车那一刻就后悔了 我不想回头 也强迫自己相信逃出来是正确的 可是我知道 这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我不但没有逃出来 而且连自由的希望都没有了 小婷走上前去 紧紧抱住萧君 说我等你 日子很快的 等你出来 我们就踏踏实实过日子 萧君愣了一小会儿 然后他用力地抱住了小婷 萧君怀里的小婷笑了 因为他知道 萧君勇敢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自首前 黄小婷又陪着萧君回了一趟多年不能回去的老家 到家才发现 萧君的母亲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懊悔不已的萧君 在黄小婷和父亲的陪同下 以一名消失了六年的逃犯的身份 走进了公安局 很快的 案件就被移送到了萧君原来的服刑地 也就是西北某监狱所在地的法院 进行了审理 听到这儿 观众朋友可能问了 那是不是萧君把剩余的劳做完了就可以呢 不是的 因为萧君的行为又触犯了另外一个罪名 什么罪名呢 脱逃罪 萧君十年前犯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在刑罚执行两年的时候 从改造场所逃跑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我国刑法第316条 所规定的脱逃罪 那么同时鉴于萧君有自首的情节 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同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新罪并罚的问题 指的是什么呢 根据刑法的规定 在判决之后又有新罪的时候 应该对新犯的罪进行一个处罚 那么把之前没有执行完的刑罚 加上后面新罪的罚进行一个并罚 纵观我们本案 萧君在逃脱时并没有服完前一个罪 也就是交通肇事罪的四年刑期 所以即使是六年之后才归案 萧君仍然需要将六年前交通肇事罪的 剩余两年有期徒刑服完 加上其后犯的脱逃罪的刑期一年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再次回到监狱的萧君 这回打算安心服刑 接受改造了 既然他之前确实触犯了刑罚 因为自己的过失夺去了别人的生命 该承担的责任 他始终是躲不过去的 早知道如此 六年前他还不如好好表现 如今可能早已经东山再起了呢 庞庭丸请审的黄小婷得知结果后 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并打算安心地等下去 他现在还是愿意把萧君叫做黄大鹏 三年的等待 对于一份真挚的爱情来讲 是值得的 至少三年之后 他可以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拉着黄大鹏的手 光明正大的 让他陪着自己去逛街 相信那个时候 黄大鹏一定非常愿意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2岁的女人 与74岁的老婆黄昏恋后 生下女儿 哥 你觉得那女人还能生得出孩子吗 老人过世 遗产之争中 这个女儿的身世成为焦点 你千荒百计 想让别人怀疑 我们月月不是你哥哥生的 不就是想自己独吞你哥的遗产吗 围绕这个女儿的真假 怎会引发四场官司 老来得你一场戏 明日播出